香港战中的最新现场 学联在昨天晚上宣布 要求梁振英必须在今天下台 或者是承诺真普选 否则就要包围政府机关 不过就在今天凌晨 学联突然宣布包围梁振英的特首办公室 而警方一得到消息 马上加派人力增援 气氛一度紧张 而学联也呼吁市民增援 稍小的状况如何呢 人在现场的记者佳妮 有最新画面传回来 这主播各位观众记者 现在呢就在天华道1号 其实这边呢就是梁振英的特首办公室 可以看到他就在政府总部的后面 那现在呢外面是聚集了 非常多的学生和市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学联在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 宣布要包围这个特首办公室 那很多民众呢就是来到场响应 那所以也可以看到后面的警方呢 其实也已经层层戒备 在昨天凌晨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就已经加派人力 而且早上要换班轮掉警力的时候呢 是和学生沟通非常非常久 才成功的进入这个特首办公室这边 因为学生就怕警力增加以后 特首办公室会不好包围 那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现在呢 即使快即使已经中午了 但还是在这边等待 那我们来问一下现场的同学 同学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来这边的 我们是早上那个大概八点钟的时候来这边 因为听说会有警方又会有行动 所以就来这边 可是来到的时候就是人其实不太多 这就说要有警察要出去的时候就看了路 现在也人也比较小的变得 那觉得梁振英今天会有回应吗 我觉得他不会回应 因为就是之前我们要他回应的时候 他就是也是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今晚也不会回应我们的问题 是的虽然说同学呢 对梁振英会不会回应是抱持着不太大的希望 不过现在呢能做多少算多少 也用行动来支持学联的行动 那你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主播